第四百集 9月13日 诏书命令 太仆太府裁剪黄门乐队 用来增补羽林武士的名额 旧院中的官马 凡不是皇上经常使用的 一律将石料减半 各项工程 凡不是用来供应皇家宗庙和陵园的 一律暂停 21日 将太傅张宇任命为太尉 将太常周章任命为司空 大长丘郑仲和中长室蔡伦等 依靠权势干预朝政 周章曾多次直率的禁言劝谏 但邓太后未能采纳 当初 邓太后认为平原王刘胜 有久之不遇的顽疾 而贪图 商帝是个怀抱中的婴孩 便将他收养为自己的儿子 立为皇帝 即至商帝驾崩 群臣认为刘胜的病 并非不可痊愈 便一致属异于刘胜 但邓太后因先前没有立刘胜 怕他将来怀恨 就将刘虎接来立为皇后 周章认为群臣并不归心于太后 于是密谋关闭宫门 诛杀邓志兄弟及郑仲蔡伦 挟迫上书写照 与南宫霸出登太后 把安帝贬到遥远的封国为王 将平原王立为皇帝 但事迹泄露 冬继11月19日 周章自杀 11月20日 太后训令私立校尉 及冀州并州两州刺事 人民受到谣言的惊扰 抛弃了旧居 扶老邪幼 在路上贫困交加 司礼校尉及冀州并州两位刺史 要命令下属官员 亲自对百姓进行劝导 说明情况 如果他们愿意返回原郡 由当地官府 为他们出具公文 如果不愿返回 也不勉强 12月18日 将颖川太守张敏任命为司空 赵书命令 车骑将军邓志和征锡校尉 人上 率领囤骑步兵 跃骑长水 射声等五营兵 及各郡军兵 共五万人 进驻汉阳 以防备枪军进攻 本年有十八个郡和风国发生地震 四十一个郡和风国大水成灾 二十八个郡和风国发生风灾和煲灾 先碑首领 燕丽阳 到汉朝宫廷朝贺 邓太后将王爵印信受贷和三匹马驾驶的赤车 赐给燕丽阳 命他定居在乌环校尉的驻地宁城附近 开通边塞贸易 还特地修建了南北两个宾馆 用来接待人质 先碑一百二十个部落 分别将人质送到汉朝 二年 雾深公元一百零八年 春季正月 邓志抵达汉阳 各郡军兵还没有到达 中枪部落数千人 便在济县以西 打败邓志军 杀死一千余人 当时 梁刚从西域回国 到达敦煌军时 接到诏书 让他留下来 担任各部队的后援 梁军到达张叶 打败枪军各部队一万余人 逃脱者 近战十分之二三 梁军开道孤赃 枪人首领三百余人 向他投降 梁对他们全部进行安抚开导 遣送他们返回故地 狱中中城返准 因各地连年水汗成灾 许多百姓饥饿贫穷 尚书说 请命令太官 上方 考工 上林等各官署 何时裁撤 无用之物 太福 太尉 司徒 司空 车旗 将军等 武府调整削减中央官吏 及在京城营造建筑的工匠 再者 受灾各军的百姓凋零残破 恐怕官府的阵纪 不能拯救他们 虽然有阵纪之名 却最终收不到阵纪之实 建议 依照汉武帝 征和元年的先例 派遣使者 持福节 前往灾区进行慰问 将特别贫困的灾民 迁徙安置到 荆州扬州所属的 封产军 目前 虽然西方有战事 也应先解救 东方的疾难 邓太后 听从了反准的建议 将国家所有的公田 全部交给贫民使用 并随即着身反准 将他和一郎吕仓 一同任命为 代理光禄大夫 2月29日 派遣反准为使者 前往冀州 派遣吕仓为使者 前往衍州 对灾民进行阵纪 流亡的百姓 全都得以复苏 夏季 发生旱灾 5月初一 邓太后 亲临洛阳地方官府 及若庐监狱 审查囚犯的罪状 有个洛阳的囚犯 实际上并没有杀过人 但被驱打成招 自认有罪 他十分瘦弱 身有伤残 被人抬上了进阶 却因惧怕官吏 而不敢开口 将要离去的时候 他抬起头来 像要为自己申诉 邓太后看到后 有所察觉 便马上把他叫回来 询问情况 查清了全部冤屈事实 于是立即将洛阳令 逮捕入狱 抵偿罪过 太后起驾 还没有回到皇宫呢 一场丰沛的及时雨 从天而降 六月 京城及四十个郡和风国 出现水灾 风灾和煲灾 秋季七月 金星进入北斗星座 润七月 广川王刘长宝去世 因无子嗣 风国撤除 鬼魏 蜀郡边境外的羌人 已全部土地 归属汉朝 冬季 邓志任命人上 及从事中郎 河内人司马军 率领各军军兵 在平乡同滇陵率领的 数万枪军交战 人上军大败 八千余人战死 枪军于是 声势大振 实力旺盛 朝廷不能控制 黄中地区各县的股价 每弹打一万钱 死亡的百姓多得无法统计 但粮食运输十分艰难 袁左孝令 河南人庞参 因先前被控犯法 而在弱炉监狱做苦工 让他的儿子庞郡上书说 目前西部地区的流民 动荡不宁 但摇曳蒸发 仍然不停 水灾没有休止 地力不能恢复 又加上大军出动 因束手远方 而人民疲劳 农业劳动力 被消耗于运输 百姓资财 因蒸发而枯竭 田地得不到开垦 庄稼无法收割 人们急得击掌 而一筹莫展 即使到了明年秋天 也不会有指望 百姓的力量已经用尽 不能再承受负担 我认为 从万里之外运粮 到遥远的枪刃地区 还不如集合部队 休养生息 等待敌人衰败 车骑将军邓志 应当暂且整军回尸 留下正习校尾人上 命他负责将梁州的市人和平民 迁居到三副地区 停止蒸发摇曳 使百姓不务农时 免除繁重的赋税 以增加百姓的资财 让男子能够耕种田地 女子能够从事纺织 然后养尽蓄锐 乘着敌人懈态的时机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那么便可以为边疆人民报仇 为往日的失败 雪耻了 奏书城上 恰好凡准 正上书宝举庞参 邓太后便召见庞参 将他由刑徒 着败为业者 命令他西上三府 监督驻扎在该地区的各部队 11月29日 邓太后下诏 命邓智回尸 留下人上驻扎寒阳 负责各军的调度 邓太后派使者迎接邓智 将他任命为大将军 邓智到达洛阳以后 邓太后又派大红炉亲自出营 中常侍前往校外卫牢 亲王公主以下的群臣 则在路旁等候 邓智所得的恩宠和荣耀 极为显赫 声势震动京城内外